贵州男人把稻草绳缠到轮胎上做防滑链 他要用摩托车在怀孕的妻子回老家过年 为了节省两千多元的路费 他们打算从广东赵庆骑行到贵州使签 只为能和家里的老人孩子团圆 在没有手机和导航的年代 他们只能靠地图和小本本记录 实在不行的时候就下车问路 1350多公里的路程 他们要骑行至少五天 一路上风雨兼程横跨四省 不管是头盔上揭满了宾壳 还是路边上有巨石滑落 甚至在结冰的路面摔的人养马翻 都阻挡不了他们回家的信念 当一家人围在桌前吃上团圆饭 这一年的辛苦奋斗也算是有了圆满 男人名叫汪正年 在广东赵庆的工地上班 天气好的时候才能挣两千 今年他打算骑摩托车 在怀孕的妻子回家过年 因为春运时车票不但难买还很贵 夫妻两人一个来回最少也要两千 而骑摩托的话最多也就六百 这样回家一次就可以省下一千多块 先把摩托车全部检查一遍 然后在腿上绑上防风的皮具 这次跟他们一起的有堂哥嫂子 还有十年都没有回过家的姐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骑上摩托车就出发了 走上大路之后 1350公里的回家路就正式开始了 虽然几人一起往回走 但路上为了赶路并没有什么交流 只是能相互有个照应 为了让头脑保持清醒 汪正年把家庄的音响开得很大声 路上汪正年对妻子有求必应 有事情就赶紧靠边停车处理 经过收费站的时候需要两块钱 汪正年身上没有零钱 工作人员并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大手艺会让他们通过 毕竟大过年的谁都不容易 走着走着汪正年感觉妻子的手松了 赶忙靠边停车询问 是困了还是饿了 妻子说可能是妊娠反应有点难受 在经过一处隧道的时候 里面乌漆骂黑啥也看不清 汪正年刚把车灯打开 妻子为了能省点油让他关掉 韩松中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很容易麻木 再离开广东没多久 他们停下来活动一下筋骨 稍微活动一会他们继续赶路 路上车子比较少 他们开到了80码 到天黑的时候离前面小镇还有40公里 他们只能在黑夜中继续前行 终于找到一家小旅馆 五个人开了一个两张床的标间 50块钱的费用五个人平摊 睡前不忘拿出短子研究接下来行程 虽然上面的很多字都写错了 但完全不影响他们的计划 次日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了 毕竟这时候车少可以跑得快一点 路上他们把车子开到了80码 汪正年正在快速前进的时候 路上突然窜出一条老黄狗 他开着摩托车直接撞了上去 毕竟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 猛然转弯就会出车祸 考虑到身后怀孕的妻子 汪正年只能选择撞了上去 此时他只希望老黄狗没事 走着走着突然下起了雨 他们先把腿上套上塑料袋 穿上雨衣后继续赶路 在经过一处转弯时 为了躲避边上经过的大罐车 姐夫的车子直接摔在了地上 汪正年赶忙下车帮他扶了起来 继续前进没多久 他们的手脚多动得没了知觉 停下车休息的时候 找了点干草点着取暖 等身体缓过来之后继续赶路 走着走着汪正年停了下来 原来是车子爆胎了 找了个修车的地方修不下 由于前后耽误了一会时间 一直到晚上还在赶路 都说乌漏偏逢连夜雨 停下休息一会后 汪正年的车子又打不着火了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原因 姐夫提议用绳子拉着前进 就这样他们一前一后缓慢前行 速度都不敢超过20码 直到半夜才找到一个小旅馆 一天的折腾下来 怀孕的妻子显得很憔悴 就连吃饭都没了胃口 次日依然是天不亮就出发 车子逐渐进入了山路 路边时不时有滑落的巨石 这天他们进入了湖南境内 中午在等着吃饭的时候 他们先在火堆旁烤了烤火 几天下来 他们的手脚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洞窗 就在他们谈论 今年工作和收入的时候 汪正年的妈妈打来的电话 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到家 汪正年说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下午就可以 年珠可以等他们到家再杀 前后还没有聊上两分钟 妻子就开始催促他赶紧挂电话 有什么话不能到家再说 长途加慢油可一块五一分钟呢 五个人凑了八十元点了个牛肉火锅 也是他们路上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虽然是牛肉火锅 几双筷子下去后牛肉也就不见了 他们只能让老板多加点白菜 虽然主要是白菜 他们依然吃得很香 从国道转到省道后 路越来越窄 路上他们遇到了房子着火 汪正年想要停下看会热闹 还是被妻子催着继续赶路了 渐渐地路边的山上有了积雪 不过此时的路上都还好 在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 前面因为道路结冰封路了 他们只能原路返回去找其他路 虽然找到了另一条路 不过这路上也全部结冰了 安全起见 他们只能推着摩托车前进 怀孕的妻子在后面步行跟着 有些下坡太滑的地方 妻子还不放心地在后面拉着点 虽然一直都小心翼翼 晚上躲避对象大车的时候 汪正年还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摩托车的后视镜都摔碎了 虽然浑身是水 他也没时间喊疼 扶起摩托车后继续赶路 次日路上终于没了积雪 还没走上多久 汪正年发现哥哥没跟上 打电话时 他已经被动得瑟瑟发动 此时他衣服上已经结冰 妻子上前一点点捏碎结冰后 帮他拍掉 不然等化了衣服就湿透了 头盔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汪正年轻轻敲碎后用手抹去 路上大爷告诉他们 还有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十千了 中午 他们一人吃了一碗四块的汤面 吃下去后 身上瞬间暖和了起来 又赶一段路后 路中间出现一个提示牌 前方路段凝动 禁止客运车辆通行 看来又到结冰的路面了 再次停下休息的时候 身上已经大面积结冰 在路边找了点稻草生火取暖 有几个铁骑经过停下休息 他们也是从广东骑到了这里 同样已经花费了四天的时间 大家简单交流之后 相互提醒对方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着他们继续出发赶路 汪正年发现哥哥他们都躺在了路上 为防止撞上 他赶忙紧急刹车 结果连人带车都摔到了地上 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汪正年赶忙去查看怀孕的妻子 好在并没有摔到要害 上前查看哥哥的时候 发现地上的摩托车正在漏油 他们赶忙上前把车子扶了起来 哥哥摔倒都是因为一块塑料板 汪正年捡起用力地甩了出去 把车子摔变形的部位用脚踹回来 敲掉头盔上的结冰后继续出发 在经过一处稻草垛的时候 汪正年让妻子上前去薅点稻草 结果把人家草垛都给薅歪了 妈妈再次打来了电话 汪正年说今天肯定能到家 走到结冰路面的时候 他们把稻草搓成了绳子 随后缠在轮胎上当作防滑链 结冰比较少的地方还可以 结冰比较多的地方还是不能走 妻子害怕再次摔倒 再次下来在后面步行 把车子停到没冰的路上后 汪正年赶忙回头接妻子 接下来的路面都没有结冰 他们的速度又快了起来 终于来到了十千 看着家乡这一年的变化 汪正年的话也多了起来 之前没红绿灯的地方也装上了 由于路上带东西不方便 他们就在县城买了点年货 并给孩子撑了点糖果 走过一段下坡路后 他们来到了村头 这里的路太差 车子只能推着走 孩子早已经站在村口等待 小路难走 汪正年的母亲替儿子提着 带回来的包 汪正年说了好几遍自己来提 母亲并没有回头 只是用一句简单的我来提 拒绝了儿子 此时母亲的心里应该在想 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 你一定是又冷又累 这一点路就让妈来提 你稍微歇歇 妻子抱起两岁多的女儿 孩子却显得十分的生疏 为了弥补缺失一年的爱 妻子打了盆热水 给孩子洗脸洗手 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毕家人围坐在桌前 吃起了团圆饭 这一刻突然感觉 这一年不管吃再多苦 受再多累堵止了 纪录片1350公里到此结束 有时候突然感觉 对小孩子来说 过年就是过年 但对成年人来说 过年就像是过关 连接到我 博会